花蓮县文化局一号的上午举办了火焰之舞爱尔兰踢踏舞记者会 火焰舞热潮首次席卷花莲 由著名的爱尔兰踢踏舞群来演出 县长徐正伟和文化局长吴敬毅共同邀请 全国的民众一起来一睹火焰之舞的精湛舞技之外 也攜手做公益 花蓮县政府首推邀请爱尔兰踢踏舞 正在12月16号晚间在花蓮县里小巨蛋演出 现在徐正伟表示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 许多大型国际演出纷纷停演或是停止巡回演出 错过许多一睹精彩表演的机会 而这次花蓮县政府邀请到爱尔兰踢踏舞前来花蓮演出 不仅让花东地区乡气能够免于周车劳顿 直接在花蓮欣赏到拥有世界级水准的舞团 有爱尔兰踢踏舞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请文化局一定要去跟宽宏接触 一定要邀请到花蓮来 因为这么棒的一个团体 既然已经到了台湾 我们怎么可以让它跳过花蓮呢 买一张让我们丰富我们身心灵的一张公益票 我们买一张为自己买一张也送爱心到各个社福团体去 甚至如果您有能力 发挥大爱您可以买更多的票 可以送给你认为你要送的人 让他的心灵更加的饱满 让他的生命充满的动能 让他的生命充满的奇迹 我相信或许你点了这盏光 你会让很多人看到这个节目而发光 再一次谢谢我们媒体记者先生女士们 感谢大家播空到文化局来 小小的记者会 但是要透过大家的力量 让爱心传播出去 让大家能看到我们这150张的集结的力量 可以让很多花蓮的社福单位 真的是能够得到一些些的温暖 现在学生也邀请全国民众 因应各个社福团体经费缩减的情况 首次以捐款各省市社福机构团体 以及个人公司卡号或是团体等等 可以凭捐款兑换活验之物归宾券一张 以加免各界三星人士预计 只要到指定的社福团体或是机构 捐款5000元以上 持收据正本到花蓮性文化局 表演艺术科 即可兑换贵宾券一张 记得终于华州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